HELLO 大家好 我是怡婷 也可以叫我王珠珠 然後目前是一個全職實況主 我現在就是都在Twitch開台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從2014年 就是十年前了 開始在RC語音有做直播 然後呢 後來是加入黃明志的女團之後 就聽著直播這件事情 對 然後後來女團解散了 就失業期間認識到了一個也是女實況主 然後她叫做妮妮子 我覺得她就是我這個Twitch生涯的貴人 對 就是她跟我說 你可以來Twitch開實況啊 我覺得你很有優勢啊 就是她覺得我就是會唱歌會跳舞 然後長得也算不錯 對 她覺得我很有優勢 就是一直說啊 你就來Twitch開台嗎 但她那時候其實她已經沒有在開了 所以我懷疑她是想要抓交替你知道嗎 就是想要抓我過來就是替她的位置 就是一個出來一個進去 對對對 那我就是覺得蠻感謝她的 因為她一直有跟我說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鼓起勇氣 就是踏入Twitch這樣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很擔心就是 我不是那麼會講話的人 然後又來到這個傳說中 這個平台的觀眾算是有名的嗜血 對 所以我一開始是有點怕 但是後來還是加入了 因為我還是覺得我可以 就是我蠻喜歡做詞狂這件事情吧 對 但我覺得我其實自己下算是 嗯 很安靜 對 我很安靜 然後我也是偏內向那一種 就是不太會主動講話那一種 不會主動開話題 對 除非是認識很久很熟的好朋友 我才可以玩得很瘋 但如果是遇到陌生人那種 不太認識的人 我就會很安靜 就會很透明 可是我覺得加入成為實況主之後 這件事情就是有點改變 對 就是我有變得更外放一點 就好像有一個按鈕可以切換 然後就可以變成社交模式之類的 我實況關台之後 我就是會坐在那椅子上 然後放空一下 然後滑個手機刷廢 對不對 然後就可能會在DC開 繼續開那個轉播 就DC不是可以開那個轉播嗎 我可能就會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看什麼影片啊 就大家一起看這樣子 對 其實我關台的時間 基本上還是在跟觀眾相處比較多 嗯 只是不用講話 只是不用講話 對 不用講話 對 不用講話 對 就是打字 然後不用講話 因為聽起來的時候 我好像真的真的是被實況掌握 嗯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應該是說我一開始就沒有嘗過這件事情 就是我 我沒有堅持說什麼 喔 我沒整形這樣子 對 我就是 就是覺得有人問 那我就直接說 喔 我彼此是有做這樣子 對 然後 但大家就會 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有很多陌生人 會攻擊你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有愛漂亮 還有去變漂亮的權利 就是 只要做這件事情是能讓你感到 可能變得更有自信 或者更開心 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不去做 對吧 因為畢竟這人生是你自己的 其實別人說什麼沒有那麼的重要 但是如果是有建設性的 就是理性的那種評論 我覺得還是可以看 可是就是很多人 他只是跟風亂湊而已 對 那我覺得對於這種留言的話 一開始我會覺得蠻難受的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陌生人 要因為你花自己的錢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來攻擊你 對 但後來我就覺得說 他們可能也不是那麼有惡意吧 就是他們也可能只是覺得說 喔 這樣留言很有趣啊 覺得自己很幽默啊 對 但他們講那個 最多的留言就是講真數可愛嘛 對 然後我就會說 這就不是塑膠妹 這就是耳軟骨啊 然後 對 就是以這種比較 帶過的方式去講 我也不太會 對他們 就是怼回去什麼的 因為我 對 現在比較看來看 因為他說真數可愛嘛 至少還有可愛在啊 對吧 至少他們也覺得是可愛的 這樣就好了 嗯 應該是我的生日會吧 就是 特地幫我主持的那種 對對對 就是我每次要請 六寶大哥來幫我主持這樣 然後就是一半三年了嘛 就是這三次每次都會有很多人來報名 就是來自各個地方的女的 然後就排開他們的工作啊 各種事情 就是特地前往來參加 我就會覺得其實蠻感動的 然後呢 這個費用也是讓人很難忘 因為我們都辦在一些飯店的那種 餐廳之類的 所以就是其實花了蠻多錢的 三次加起來應該 應該也是有兩百萬左右 所以我就覺得 啊 但是只要跟大家一起度過這個 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日子嘛 就是 我覺得這個回憶是很珍貴 而且無價的啦 所以這件事情是我很難忘也會繼續一直做下去的事 其實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不太會設定一個什麼突破 或者是就是想做什麼事情 就是很少 就我覺得我自己算是那種默默 默默突破型 就是我不會去主動說 喔我要幹嘛 我就會默默的轉型 就從我一開始 我覺得我一開始的實況算是 看起來蠻清純的 但是最近可能就會多了一些 比較多的性感的元素這樣子 就是我是屬於那種默默的突破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算是一個突破啦 其實我很常跟我的觀眾說就是 我會永遠陪你們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我可能心情比較當的時候 我就會想 還是我就這樣不要開台了 好累喔 壓力好大 就只是有時候突然很怡夢的時候 會有這樣想 可是我光想到我就開始哭了 就是我覺得 喔不 等一下我的觀眾怎麼辦 就是我會覺得很難過 對 所以我 我覺得我現在 沒辦法想像我沒有開台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也是為了我自己 因為做這件事情 是我很快樂的事情 所以我不會想要停止或結束 對它是我完全生活的中心這樣 可是我想一下 應該如果我真的不開了 就是我沒有觀眾 我會開到我沒有觀眾的時候 對才會停止我的實況聲音 就是我可能就會停止串流 然後就消失了 是默默的 對默默的 想對大家說的話就是 我覺得人生最好的貴人 就是最努力的自己 所以我要先感謝我自己 這麼努力的開台 才能讓我有機會認識遇到你們 然後我覺得你們就是 我的小太陽 每個人都照亮我的生活 也溫暖著我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 繼續保持熱愛 珍惜現在 老話一句 依然愛你停在心裡 你若不理我定不棄